中國大陸現在的一個狀況 不過我們說到中國大陸的這個經濟 也反映在他們的這個股市上 相較於這個陸股 在先前這個表現 真的是不盡理想 我們看到台股在近期 是不斷在創高 不過要請教杜老師 現在是要出現反轉了嗎 因為在今天跌破五日線 大跌255點 來到19682 是收在今天的最低 整個波段的反轉 現在是出現了嗎 它已經有兩次 因為我們上次上2萬點 到2006就跌了300多點 那前幾天又第二次到2012 那包括今天也大概 也差不多詳盡300點 可是還沒有破前一滴 1964多 今天盤中說最低 那整個波段的話 因為我們上次有講12689 是開始算的這個第八大循環 所以它這邊是1.382的壓力期 那目前2萬點 我這個右上角有寫1.618的壓力期 大概20434 那我們目前是20112 那有做拉圍 那我剛才講的說 最近還沒有破3月8日回來 那個低點 那差三十幾點 那是整個盤數 那這個五波段 如果說它因為已經漲了 7000多點 而且這一小波 漲了4000多點 比前面來得多 那隨時都有這個出生段 要結束的征扎 那我們大概來抓 五個層面來分析說 盤數到哪邊有比較有一個危機 這是我們下一頁 在先前的18619的話 現在是從天花板 變成是在支撐 所以來講的話 以前1862 12628是天花板 那它有2485的測量等伍垂液 大概1萬點 那我們現在12629是地板 如果說同樣的測量等伍垂液 我們用圖表形態的測量等伍垂液 大概有2萬2的一個滿足點 這是一個用價的 那我們剛才有講說用平易比 我們目前今天收盤 大概196多的話 大概平易比是18.87 那如果說我們最近的新高是2012 大概是19.24左右 那我這邊有寫 我們大概這幾年是20倍到24倍 20倍大概2萬點 那24倍就是說 如果是12629的兩倍 大概是2萬5000多點 就是比較樂觀 那目前我們大概在這個2萬點這邊 上一次下來 上第二次下來 那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東西 就乖離力 我們長線來講說 長線60天 如果漲兩成 他短線就有壓力 那我們目前 兩成就過熱 過熱 那像兩年前是疊兩成 就是一個買點 這是我們大概技術分析裡面 除了平易比還有價 那另外我們今天特別講天量 像我們這個禮拜是5天 週金量大概是4900多億 也是我們最近最大的 那我們兩年前18619的話 你看到他高點外 又常常先出現歷史天量 7827 那加OTC1700 貴買兩個加起來將近一兆 超過9500億 將近一兆 那在MYV大概4%左右 那個我們叫做頭部量 那這一次我們 那個12112 他出現現在天量是5898 那OTC前一陣子大概1700多億 加起來只有7800 所以你這個一兆 大概還有2000億的空間 另外有一個週金量 上一次的週金量 大概5619 那今天因為我們這個講義 早一天用 今天我們大概4900多億的週金量 還離這個5600 還是有一段距離 那如果按照頭部量來講 他大概是2%左右 就是我們寫在這邊 我們大概兩年前 這個天量 兩個加起來的1兆 占這個M1V大概4% 那我們這一次 兩個加起來 大概7800多億 有沒有 占M1V大概3%左右 如果說 如果說用這個4%倒推 我們現在M1V是26兆 如果這一波有到1兆的話 兩個市場加起來 那有可能這一波就結束 所以雖然在今天是跌了兩百多點 另外我們注意一個東西叫領投氧 因為我們這個第八月要循環 我們認為AI台積電是領投氧 另外就是我們的最貴的股票 四星KY 跌六天晚以後 跌了25%昨天漲停板再上來 那台積電 我們等一下來講台積電 好 不過說到台積電 這大家非常關注 在下個禮拜一就要出席了嗎 不過在今天台積電表現不太理想 跌了將近4% 收在753 現在來看整個氣息的壓力 是不是還滿大 台積電我今天在1點26分 我就掛這個756去買 因為我認為他會撒尾巴 因為今天富時調 所以賣了1500多一 台積電賣了3萬多張 真的砍了12塊 這個砍了12塊有一個美感 他上市796 那一天晚以後 外資能調兩天到754 因為美國ADR大跌 那一天我開板下去買到第一檔 那他拉兩天晚又拉到785 那今天砍到753的話 就變成你這個變成一個 你這個796 那這個754 反彈到785 今天他砍12塊到753 那這樣就變成 一高比一高低 那禮拜一除息的話 如果他沒有馬上回復 那這個整個台積電 他就變成796 785 那低點754 今天收盤753 因為今天本來 不應該砍到753 他那盤把它砍下去 完了讓整個台積電 他這個短波段 會不會在這邊做一個 短波段高點 因為這一次大盤 串新高台積電沒有 因為我們從2065 那2011台積電 是沒有串波段高點 是那個紅奶去串的 所以下禮拜看台積電 有沒有趕快回復 那對大盤就比較有那個激勵 那另外我們看一下 老師剛剛提到的紅奶 昨天法術會其實也釋出了 這個利多消息 所以在今天盤中 是有一度是亮燈漲停 對對 因為他昨天法術會 配息大概5.4 大概配奧 以前都是50% 現在53% 那講了說AI的成長率 大概四成 所以其實在這一陣子 外資本來 台積電做完 串新高 連化科做完 串新高 第三名就紅海 所以紅海前一陣子 他就買 剛好這個法術會 讓紅海 今天又出現了 40萬張的歷史天亮 那他離這個 我這邊長期的K線圖 大家看一下 134.5 有沒有 今天會掌停板 133 那時候整齡板有掛5萬多張 收盤還不錯 收132 那如果紅海能期待 他突破134.5的話 大家看一下 這個K線圖裡面 他在前一高 就這個155了 就是說紅海 突破這個 十年來的一個平台 因為十年來 人家都說 紅海到天花板 你把它賣完 要地板把它買回來 那這樣的話 他就有 這個就有一個角度 就是我們大概紅海 所以是有機會突破三年的高 高點 有可能 因為只差一塊錢左右 那這樣的話 就代表說 我們大盤 因為台積電 這一次的話 這個大象都會跳舞 所以讓這個 很多的高價股 日月觀 紅海 或是造元以下的股票 或是像金融股 都會有補漲動作 那紅海 是不是來補這個 我們很多電子股 因為我們最近的高價電子股 都說動不動就跌停板 動不動就跌停板 我猜了 應該是說 這個919 929 這些人有去數 所以那個高價電子股 就盤中就大跌 那有些 他們要掛 要買的這些股票就打 那應該講 939應該已經進場 那940是3月25號進場 4月1號掛牌 所以大家到3月25號 這個買盤 可能就上告一段落 目前的輪漲的情況 多少是在先前是伺服器 那麼在最近是散熱非常的熱 接下來會輪到誰 那個經濟日報 有把AI相關的類股 類似其大類 像那個PC PIN AI PC PIN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高傳輸 高傳輸概念股 就跟那個細關子還有有關係 那我今天就挑這兩檔 一個是潛頂 潛頂的話 這支股票可惜 就是說沒有人寫研究報告 那他最近那個 器人的EPS 2.63 我這邊稍微打錯 2.63 那算股價很高 那他的歷史 以前歷史新高是136塊 我已經看一看差一塊錢 快要創歷史新高 因為我打那個長線的AK線 只要創歷史新高的AK線 那大概以後 大概都還有一段空間 還會再往上 而且他前一隔夜 貿歷史大量 就大家換手了 所以這一支可以拉入名單 因為他的角度都非常陡 就是他比較好的話 就是這個普瑞 普瑞一級很老 你看四十幾塊 明年大概五十幾塊 那他曾經漲到兩千多塊 後來也破了一千多塊 因為最近我們很多高家 這個電子股都有修正 所以這邊有兩次配息 我們看下一個 高頻寬經一體的話 COVAX裡面的熱誤 就跟紅海不是漲停板的幾天 當然那一天也是 走動武林 漲完又休息 他獲利也不錯 八塊頭左右 這是大象都會跳舞 另外比較小型的就是這個智盛 智盛的話也是很可惜 沒有學人去報告 可是你看到那角度有沒有 角度非常陡 長得非常多 所以這個比較中型的這些類骨 有可能就是說 因為你是卡到A